我們市政府的公務人員是這樣 睜眼說一下話 八米公共車速有改善嗎 唯有你們靠你們 市政府申收我們的土地來蓋瓶仔跟養老業 現在又要踐踏我們這塊土地 明天請各位 我可不可以請問一個問題 好啊 8點半 我們遠一點照得比較漂亮 我不要跟你照 怎麼可以做美女不讓我照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是廢掉的是八米的香道 可是你知道他們又建了一個二十幾米的香蟹大道 就在這裡面啊 因為現在我沒有看到市政府 所以我沒辦法想 那你想想看 為什麼在BOT的時候可以蓋三十三層大樓 為什麼可以蓋三十 你想想看都市計劃 什麼情況下可以蓋三十三層的大樓 那你再看一下好不好 請你看一下 他廢了八米的大樓 然後蓋了一個二十幾米的大樓 使得他BOT的時候可以蓋三十三層的大樓 廢像啊 廢像了以後再中間 這條廢像了以後再裡面再做一條 那你想想看 這樣浪費 浪費掉的這個工地是多少 可是他用這個來 讓那個三十三層樓可以蓋得起來 麻煩你 麻煩你注意這個問題 至少我們明天在都市計劃委員會的目標 是要讓都市計劃委員會 決議成立專案小組 重新檢討這個案子 目前比較擔心的是 明天的都市計劃委員會 他們照案通過 就是依照市政府提出來的方案 他們明天就直接讓他通過 通過了以後 他們也不跟我們溝通 也不做環評 然後他們就要直接就要開始做了 所以明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請大家務必聯絡鄰居朋友 大家明天一起到都委會去發聲 我們至少要在旁聽席 就算不能發言 我們也可以在旁聽席喊口號 讓都委會的委員知道 大家是非常關心這片土地 要求市政府落實公民參與 重新規劃 所謂的落實公民參與 就是要來當地說明 要來當地溝通 要來開聽證會 大家一起來討論這塊土地怎麼使用 所以請大家明天 務必要邀請自己的鄰居朋友 有空的大家一起來關心 明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謝謝 各位鄉親 各位鄉親 我們謝謝陳立會議員 張茂蘭議員 還有我們複德地區的里長 明天早上八點半 地點我在重申一遍 台北市政府大門口 你們是 李正輝總統說你們是市長的討居 我們是不是討居 我們明天去發聲 明天早上八點半 在市政府的大門口 請大家要 這個建設影響五十年 子子孫孫 五十年以後的子孫說 啊 你們五十年生 那時候都不在抗議 對不對 軍中的紅中秋案 要靠我們公民意識的覺醒 這個行動緩慢的老爺機器 他是不是還聽得進我們的發聲鑑言 明天早上八點半 請這個影響五十年啊 這個你們明天出現就是跟我們倒閘工 跟福德地區倒閘工 所以我們真的很謝謝陳立會議員 張茂蘭議員 謝謝 希望讓我們繼續挺到底 不要被摸到啊 謝謝 幫我健康 和幫我發展